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一生 最近大家都忙着在秋季补身体 可是肉吃多了,难免觉得有点力 尤其对于山高人群来说 更是需要一碗清爽鲜美的酥汤 既健康又能调理您的胃口 今天李一生给大家推荐一道 降血压、降血脂的鲜汤 木耳豆腐汤 说到木耳呢,大家都很熟悉了 它是我国名贵钥匙童谣的胶质菌 也是世界公认的养生佳品 具有降血糖、降血脂和降血压的作用 另外,木耳当中含有维生素K 还有钙质等等 这些营养素能够对血管 产生一定的软化作用 让气血流通更加的顺畅 从而大大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概率 另外,木耳还能够有效的抑制血液凝结 防止血酸的形成 说完了木耳,我们再来看豆腐 豆腐是有植物肉的美称 豆腐当中含有的灶肝 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酸的功效 另外,豆腐不含有胆固醇 经常使用对降低血脂很有好处 同时,豆腐还可以起到补钙的功效 木耳搭配豆腐煮汤 可以软化血管、清理肠胃、辅助降压、降脂 是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营养美味 那么,这碗木耳豆腐汤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来看 准备木耳200克 豆腐一块 姜、蒜、蚝油还有盐 将木耳泡发之后洗干净 豆腐切成小方块 然后热油、爆香、姜和蒜 放入木耳进行翻炒 可以放点蚝油调味 加适量的清水 煮沸之后,放入豆腐 小火烧五分钟 出锅之前,加点食盐调味 即可 这道木耳豆腐汤呢 做起来很简单 功效却非常的强大 大家呢,赶快行动起来吧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在视频下方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